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回來和Max有一個新增的電視管環節 今天只此一天 只此一天 我們講一下天雨地的現象 沒錯 因為這個天雨地大家都知道 網上的熱包 但是收時就大一點 就一般的 戒結局還要被人等上youtube 先倒為快 最新的收時是星期日 就是30點 最高峰的時候是34點 哇 原來被人禁一禁就多了十幾點 是不是呀 禁一禁就爆聲 禁一禁 但好像禁之前已經有很多禁句 在網絡上流傳 整個小版 The city is dying 這個城市好像在丟臉 在死亡 是呀 大家在吃同一種口味的東西 在看同一種口味的書 什麼click card 不是書 就是一種劇集等等 但是沒有辦法 師奶是用遙控器去投票的 舊了就不知道去哪裏 但是 看我們來台就好 但是網上的收視又不錯 現在 是啊 聽說賣TV 已經有人叫 呼籲大家 禁爆賣TV 天天在這裏看 希望拘捕不起來那個 就是那個 所以這樣很奇怪 為什麼你將 文化現象 怎麼解讀呢 是的 今天請了兩位文化評論員 包括了彭志銘 另外是阿里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助理教授 梁玉明和我們一起 討論一下這個天與地的現象 不如先和梁教授談談 天與地的現象也挺有趣的 第一就是他20年以來第一套被內地禁播電視劇 引起了很多的迴響 另外就是說原來香港 我們一向都說這些是所謂的司拉劇 一般年輕人沒什麼興趣的 可能家庭主婦比較喜歡看的 但一向都是一些很成功的方程式 總之我的劇有這樣的元素 就自然就有高的收視 但這套劇就好像有一些反其道而行 有一些另類的聲音 但是這個是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 就是說 只是一些司拉劇先受歡迎 這一套天與地 可能叫做稍微 多一點的message 多一點的信息 高層次一點點 就引起這麼多討論 是不是一個香港獨有的現象 我真的覺得 一路以來其實電視劇應該是這樣 應該就是去引起一些的想法 引起一些的討論 但是當然我們都知道 一路以來大台這個壟斷 造成了一路以來 是去塑造了一種看電視劇的文化 就是說 來下去都是那個方程式 加上觀眾的慣性收視 造成了這個這樣的閱讀 對於電視劇 對於電視劇 沒有給驚喜 最重要是不要有驚喜 最重要是不要讓我想 我看電視劇 就是用來做一些幕後的聲音 又可以引起家庭裏面成員的討論 但是又不會阻礙家庭的生活 變成了一路以來是一種這樣的文化 導致今次天月地一出 嘩 裝一聲 又講公運又講選舉 然後又講和六四有些關係 變成成了一種網上熱炒 又吸引了一些年輕的觀眾去看 做成了一種討論 其實電視劇應該是有這樣的元素 應該有這些大問題 肚肚劇不是先鋒 就是什麼症 或者什麼風雲 什麼風雲 是不是很悶一點 年輕人不看電視 但又網上熱播 怎麼解讀 網上熱播 但電視又沒有播 其實老師說了一部分 基本上一個長編劇 就是一個叫肥造劇 有肥造劇的 開始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講過肥造劇 根本就是被一群家庭主婦 做家務時候看的事情 現在沒有時候看的 現在輪到香港 我們只不過是用來吃飯的時候看的 吃飯 我們一直這麼多年說 我們都是送菜的部分 用來助食的 你看一下就停一下 這是第一 第二 也是一台獨大 第三 其實嚴格來說 今次這個天雨地 是一個很普通的水準 不是吧 只不過是以前的太差了 是的 喂 這些劇集 我們從小看大 就是說年輕人的理想 30年前 大家看不見青春火花 什麼排球小將 那些足球小將 全部都講這些 為什麼今時今日 去到今天這個 今天我們香港的特定情況 會變成這麼多人討論呢 或者這麼多年輕人討論呢 其實還有一件事 大家沒有忘記了 我們人口政策 來了一批什麼質素的人呢 這十幾年來 為什麼越來越 那些電視台 要遷就這班觀眾 遷就這班人的水準是這樣呢 你不要說意識形態 就說你不要讓他們想事 你偷去吃一些 大家不用用腦的東西 我們已經不提了 我現在講的是 是有什麼水準的人 去對待什麼文化 那是不是有這樣的觀眾 但是剛才李章經常 跟我說的那些 為他吃東西 spoon feed 是不是香港的觀眾 一台獨大 其實現在 基本上只有一個台 可以拍電視劇集 基本上他拍什麼 你就選擇看或者不看 但是那時候你不看 可能如果沒有Now TV 沒有什麼特別的選擇 當然 可能他們一直都來 以前有句話 詩人艾利略都說過 我給你一些什麼 可能我要猜的觀眾 觀眾的level 可能大台都猜 其實觀眾是這樣的level 所以我不停是 為他吃這樣的level 那些觀眾吃慣了 你再給他吃一些好一點的東西 吃不慣 是不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即是滯了 滯了 其實我們可以拍一些好一點的劇集 一直保持一些好一點劇集的水準 那些觀眾習慣了 可能提升了整個香港的人的質素 很奇怪 我覺得電視是需要有一種 電視劇需要有一種教育觀眾的成分 但我想還有一種東西 就是需要有競爭 譬如說在日劇 在韓劇裡面 熱炒在韓流 日流的時候 大家都其實喜歡看日劇和韓劇 就是因為它有些不同 或者是我們看日本和韓國當地 其實在韓國為例 他們有一些不同的 我們所謂的次類型的電視劇 譬如說有一些 我們常見到的就是 一些家庭倫理劇 那些就是一些 和識關係 和識關係 或者是一些催淚的電視劇的內容 可能是適合這個司法看的 但其實也有一些 就是針對社會議題 就是不要說說很熱爆的議題 就是說一些比較爭議性的議題 譬如說說離婚 譬如說一些社會問題 其實韓劇都有的 其實就是說 其實在韓國的觀眾 他們已經被教育到 是有些不同的次類型的 可以有些時候 給大家一些想像 也引起一些的話題 當然就是 在日本和韓國裡面 他們有多一些電視台 他們有多一些有線電視台 造成了競爭 所以變成一些主流電視台 都說要考慮一些 是怎樣爭取不同的分流的觀眾 而香港我們看到就是 為什麼一潭死水呢 就是因為沒有競爭 全部都是先鋒 但你還有話要說 我看你很厲害 香港還有一件不好的 就是很跟風 是嗎 是嗎 不是的話 雖然這套又是地與天 又是地與什麼先鋒 會不會拍多一套 會不會拍多一套 拍二、三、四 你講中了 如果這套修德 如果有跟風 或者繼續做下去 中央就很害怕 所以就按了 所以他就要做給你看 告訴你 你們以後不要做下去 我們其實有很多好的劇集 譬如他們一抄都抄了很多 你窩居 接下來有一套東西 他們又有接近窩居 即是大陸一套窩居 他們現在又有一套東西 接著又去抄別人的招 抄很多韓劇 我們看到了 抄很多日劇 我們看到了 他們現在哪一套得 哪一種得 基本上就是這些長篇劇 就是跟那一種 有一段我們看很多很多 因為宮廷鬥爭 看很多的 現在大陸有禁 不准你拍這些東西 因為你借苦奉金 好了 你跟風的時候 他們現在就做一件事 就是打斷你的米爐 告訴你不要再做了 其實我看到一點 就不是 他們根本這班官員 他們中宣部去禁這套天與地 其實另外一個態度 就是不是想禁你們一些什麼 他想讓全世界 全中國的製作人看到 你夠膽去做這些事 我隨時會禁你 我禁你 你們敢不敢開 不敢開 但說跟風 韓國那套劇很出名 叫Iris 說間諜 有些人 那又不見香港人跟 你跟風 不要說一些敏感話題 不要每次都說反建制 不要每次都說六四 反建制都是敏感話題 就死定了 如果反建制都不敢說 還有什麼好說 又做那些心功怨輔 這就是反映了今天我們電視劇工業 由壟斷造成的那種外製 譬如說 我之前也訪問過周玉明和七奇二 其實很多劇劇稍微偏離主線 就已經影響收視 而大台債純粹是看著收視率 不行了 我們不可以得失觀眾的收視率 所以造成那種外製 周玉明在報紙也有說到 現在那種悶局 是令到他沒有 孤主一集我今次是試一下新的東西 但會不會是 譬如有了網上的點擊 即今次這個劇 網上收得 即是普通收視又不能收 會不會這一個 會改變了電視台的考慮 就是不要每次都開電視 都是兩個女人在哭 和你蓋我一包 我蓋你一包 李章說得很好 這個收視 基本上現在 為何我們一定要 兩個男人都可以 為何一定要 我們要看一個幫 他的收視計算方法 其實是很舊的 是三十年前的第一 第二 他的收視就不算在網上看 是的 又是一個問題 即是大家現在看到 只有二十多點 其實他可能真的不止 二十多點的日子去看 現在為何我們 經常都在說二十多點 這些其實就要改變的時候 是否回來 我們再談談 一會一會時間 一會時間 回來再談談 回來看看今次天、月地現象 繼續討論 回來見 好 回來節目時間 香港很多困局 泛民也有困局 電視劇也有困局 究竟是否今次一套 天、月地現象 可以打破呢 令到電視台的決策 管理層可以有多些思維 譬如不要只看收視 看看網上 看看是否有好評 但沒辦法 如果廣告商是 寶寶有便便的 你沒理由在這裏吃別人的電視劇 梁英明不可能的 你不是趕客 但現在其實那種廣告商的考慮 或者想像應該改變少少 是嗎 剛才我們都說的 其實如果電視台是想爭取年青觀眾的話 其實就更加需要在網上 造成一些話題去討論 好似今次這樣 稍為成功的 就是它怎樣去在劇的內容 去扣連了香港現在時下的那種討論 以及那種掌握現在時下的情緒 即是對於政治、經濟、那種呆濟 對於前景的暗淡 你浪費氣了… 你知不知道它被人禁了兩年嗎 是呀 在2009年時拍攝的 就因為太多時下的事 有很多政治、政制的事 有很多時下的討論 它就要禁 它就不敢做 以為說了兩年之後 就可以那些東西倒下了 怎料原來更合用 更合用 它還要放在一個死期裏面 即是這個是收視最低的時候的期檔 它想著這樣可以過骨 誰知它一樣都可以的 梁玉玉 它賣TVB居然播了29集 已經有很多人呼籲要看 年輕人要看 因為我要結束回來看 為什麼這樣 現象很奇怪 一個在所謂的大眾媒體那裡 所謂很低收視的 但在所謂的網絡就爆得很厲害 新媒體爆得很厲害 但新媒體賺不到錢 寶寶有便便 不會是新媒體 都有的 都有廣告 都供你去看廣告的 但你收得了多少錢呢 是的 其實現在我們有一種分層或分流的觀眾 在網上那種 就是面對一些年輕一代 我覺得剛才說到 其實它為什麼倉底兩年之後 拿出來呢 其實就是它見到沒有辦法 大家那種情緒已經穿著 我怕再穿著 到時真的沒有便便 不是吧 當然就是那種年輕的 新一代的80後之後 他覺得兩年之後 那種情緒 變成主流社會 都是越來越聽到 年輕的那種聲音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時候 試一次 抗保守的一個上頭 都覺得應該是時候可以掌握到這種情緒 所以兩年之後才撐出來 是吧 但是撐出來的話 結果搞得熱了 播了一些金句出來 但你剛才都不斷令頭 很普通貨式 你不是說冷水這樣淋下去 我應該鼓勵多些地與天 地與地什麼 先鋒第二集 我不是很贊同 就是一個一台獨大的高層 就會有這麼善良 就是說 我們的社會現在怨氣這麼大 我們不如找些東西出來發洩一下 讓人的怨氣少一些 我一定不相信這些 根本他們沒有貨 不是說沒有貨 大把貨 他們儲了這麼多 什麼先鋒 什麼證 就是來 大把貨 還有大家都知道 背後可能那兩個監製和編審 已經很不滿 想過檔 想不做 諸如此類 喂 那就播一播就等你 播一播出來 甚至乎那個主角 有幾個主角已經說 我們拍了這麼多好東西 你都不播我們 讓我們拿不到獎 又勞氣又走 可能是救這些火多 救你市民的火 小氣後的火 不是 怎麼會救你的大氣候 但是梁教授 這次就是一個小小的火種 瞭起了香港人 譬如看劇的要求 可能大家本來都是很麻木的 已經被人麻煩了 我們都看慣了這些劇 但是一套天雨地出來 就令到香港市民 對看劇的要求多了 就是以後 如果電視台再拍這些 所謂的司法劇的時候 都不敢這麼明目張膽拍 大家就會彈它 怎麼又拍這些 兩個女人在哭的戲 是啊 其實讓我們看到 大部份的劇都是這樣的 其實是 剛才再回應 就是 他選擇在這個檔期播出來 就是 嘗試一下 看看出不出一些新的意思 我想 其實可能大台 都是在想 面對將會出現的競爭 去看看有沒有 阿威什麗斯 一些新的方程式 都是時候了吧 如果不是 我真的完全不看了 奉勸大家 就是面對 三個新的電視台牌照 他仍然是走回舊人 我覺得真的不用想 看我們332 333 少許有這些節目 那個台永遠都沒有過這種節目 是吧 或者其實看回 跟外國的比較 我剛才都說 跟韓國 日本比較 就是韓國都有些社會議題 因為大家都競爭大 其實看回 其實我看回 就算是美國也好 美國也有很多司法 但是美國的劇 就是一些所謂的TV series 他們很多都是社會議題 他們都觸動到很多 譬如種族歧視 講了一些小數族的關係 家庭論的關係 或者一些同性戀話題 甚至可能這樣 為什麽人家外國都可以觸動到 這些問題 都是有私人 一句都說完 人家有一個絕對的言論自由 我們現在的言論自由 是個框架裏面 我們要有些受制 要有藥制 甚至乎藥制 就不是一些政治的藥制 而是一些財團 或者一些廣告商的藥制 我們怕得罪 或者是怕找不到錢 找不到廣告商去贊助 所以我們的節目 就是做一些很平淡很平和的節目 這個才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少數族裔也不說 同性戀也不說 他要放在一些新聞的feature裏面 說這些 不會放在一些劇集中 那些劇集是從來不說 那幾尾的藥制社群 窮人 完全很奇怪 無線的劇集都是一些中產 連公屋都比人大 公屋尺寸這麼奇怪 是的 我想也反映了 現在電視工業裏面的人才 其實是真的要 越來越保守 我們看到周英明 西奇異那些都是上年多的 步入中年的男性 去補一些生產的劇 就是給一些司拉觀眾 其實你看到那種 稍為有種錯譜 又或者是年青一代 為什麼不加入電視行業呢 怎樣去刺激一些年青的人 不只是說觀眾 是一些年青的電視劇人才 幕後的工作 才自身為重 Alisa你看不記得 我們七十年代 有一群新浪潮的人 回來 譬如譚家明 拍一些七女性那些 那些夠深 那些夠多的訊息在裏面 張國明他們那時候 全部這群人 譬如許安華這群 都在電視台裏面做 都是在無線裏面做 那時候 都有很多這一類新題材的製作 或者一些 向高達致敬的劇集都有 你永達吧 我不是那個高達 法國導演高達 人家都有這樣的劇種 或者劇集出現 那就提升了整個 即是提升了那個 文化質素 文化質素 現在簡直是不見了 原因是哪裏 以及以前亞視都會有拍劇 內不內都有幾套好東西 例如《達地欣情》 很多年之前那些 都有一些話題 或者起碼都有少少少競爭 現在其實你看到 對台都不拍劇 已經剩下兩個 有 把酒當歌 你當它不是老 那些不是劇集 稍微好一點 飯都沒得開 飯都沒得開 不過時間差不多 多謝兩位上來討論 《天月的港道》 都非常難 還有繼續有機會說 因為現在網上播放了 大家熱播 效應一直滾出去 希望有機會我們繼續有電視館 討論一下電視劇節目 討論香港文化 謝謝兩位嘉賓 謝謝李翁明和彭哲明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早繼續有彭程主持 拜拜